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读的是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后半段 从第十八节开始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一起看到 就是蒙神拣选要付什么代价呢 我们在第十五章的前半段看到说 耶稣拣选了他的门徒 能够作为他的朋友 这个是何等的荣幸 而且还派他们去结果子 无论他们求什么 耶稣都要为他们来成就 这真是很大的特权 接下来耶稣就讲到说 除了有这些美好的荣幸特权之外 其实也会要付代价的 所以除了能够享受神给我们 拣选的这些荣幸之外 我们要先了解到 要蒙神拣选 会要付什么样的代价 在第十八节里面就告诉我们 那代价就是 世人若恨你们 也就是说 我们蒙神拣选的 有时候呢 会被世界所恨物 所拒绝 所逼迫 那这个时候你们要知道 恨你们 以前啊 他们已经恨我了 也就是说 他们之所以恨你们 恨我们 是因为他们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所以当有人因为我们的信仰 拒绝我们 逼迫我们 排斥我们 我们也不要觉得非常的意外 因为呢 他们不认识耶稣 他们拒绝了耶稣 所以呢 也因为主的缘故 也来恨我们 来拒绝我们 然后接着就讲到 为什么 他们会恨我们 除了因为恨耶稣之外 就是因为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呢 世界会恨我们 我们跟他们不是一挂的 他们就会排斥我们 所以在十九节里面 耶稣讲说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就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那这地方讲到我们 为什么不属世界呢 因为耶稣从世界拣选了我们 他把我们 从这个世界 分别为圣出来了 我们单单是属耶稣 不再属这个世界了 所以这个世界会恨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世界会恨基督徒呢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恨主耶稣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不再是属这个世界了 那接下来就讲到说 他们若逼迫了耶稣 也要来逼迫门徒 他们若遵守耶稣的话 也要遵守我们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对基督呢 只有两个反应 一个反应呢 就是逼迫耶稣 第二个反应呢 就是遵守耶稣 那当然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看到许多人呢 可能是第三种反应 就是 默示 就是 就会忽略 但是呢 最终 他们还是要表明 他们的立场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耶稣就讲到说 这些恨基督的人呢 也就是 因着我们信仰 逼迫我们的人呢 其实是有罪的 为什么有罪呢 二十二节讲到说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他们的罪 无可推诿了 也就是说呢 原来他们还不认识 耶稣的真道 那时候呢 还没有机会拒绝真道 那没有显明他们的罪 但是呢 耶稣他的真道 一旦显明了 他们知道了这个道 而选择去拒绝这个道的话呢 他们的拒绝真道的行动呢 就是显明他们的罪了 然后接下来又讲到说 为什么他们有罪呢 是因为恨耶稣的 也是恨天父 那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恨天父的时候 其实呢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罪了 我们受造 是从天父而来的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天父 应该是敬重 应该是去爱的 那如果不能够来接纳 我们的天父的话 其实呢 这就是我们的罪了 所以呢 恨耶稣的人有罪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恨天父 然后呢 接下来他讲到说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 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 也就是说呢 耶稣做了这么多的神迹 那他们呢 如果从来没有看过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看了还拒绝 耶稣的话 也就是呢 他们明明看到 耶稣是主 但是呢 他们拒绝耶稣 拒绝承认耶稣 那这样子呢 就是显明他们的罪了 所以呢 我们能够得救 最关键的 就是要承认耶稣是主 而且要接受他 做我们个人生命的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 这个是耶稣说 他会拆宝会师来 也就是真理的圣灵 要来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虽然这个世界会来 恨耶稣 逼迫耶稣 但是呢 圣灵会来为耶稣做见证 证明耶稣是主 我们都应当要来降服于主 应当要来敬拜主 所以圣灵会来显明 耶稣基督是主 让人们呢 能够来认识耶稣 那如果圣灵都已经做见证了 他们还不愿意来接受耶稣是主的话呢 就更显明他们的罪了 然后接下来也讲到说 你们也要做见证 我们也要为耶稣来做见证 作为耶稣的门徒 就是要为耶稣来做见证 那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 我们蒙拣选 是何等的荣幸 那但是呢 我们也要预备好 我们的心 知道 其实呢 做基督徒 可能不是一直非常受欢迎的 甚至呢 到越接近末世的时候 就会受到越多的逼迫 我们也就不要觉得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因为耶稣早就事先告诉我们了 因为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恨恶耶稣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明白 我们为什么会受逼迫了 当然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而言呢 比较少有很明显的受到逼迫 但是呢 在许多的国家 他们因为政府啊 或者是他们的文化 是一个无神论的 或者是一个敌基督的文化 或者是异教的文化 所以呢 就会排斥基督徒 会逼迫基督徒 那到末世的时候 越来越黑暗 征战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呢 也明显的会受到逼迫 所以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 我们更要来想到说 我们是蒙拣选的 我们更要想到说 神给我们 神拣选我们 这有何等的荣幸 因为呢 我们是能够做他的朋友 我们能够为他结果子 而且呢 我们无论求什么 耶稣都要为我们成就 所以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主 让我们蒙拣选 祝福你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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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